再打外线 欧文冲起来漂亮 这球真够了 来 比赛开始 赛季阿尔斯兰三分球也有42%的名中率 欧文冲起来 欧文打空位出身 身高有两米 必经之路 当然教练提出这样的质疑 我觉得也都无可厚非 回球 出手 压手 哦 投劲啊 这个球应该就 追进过来 好球 欧文直接大三步往南下杀 远端大家看上去 欧文这身高啊 都快跟托马斯罗勞逊差不多了 到1月31号 年半19岁 哎呀 第二节 还是单元的话 今天看来 这个皮尔杰克逊 还是有双 八一队现在进攻 今天打得流畅 而且坚决 黄启来 好球 双鸿宇 双鸿宇啊 张祖明啊 这其实都是有着 很好身高的射手 而且八一队出来的球员呢 大部分都 八一队反击又来 郭浩文换到另一队的三分出手 再次 八一队拉开到两位数的领先 学生时代 北京地区的球王 初中时代开始 就是以身体素质健康而文明 话音雷洛 郭浩文又是投进一个三分 八一队再次再开到两位数的领先 往内线造杀伤 出现了失误 不好玩 一打一 漂亮 两米的身高啊 有这样的人球结合能力 得于郭浩文本身控位出身 再找外线 郭浩文冲起来漂亮 这球真够了 大智也是直接起立 给自己的爱将鼓掌 之前一个暂停的时候 大智曾经说过 有机会就扣 格尔就扣 结果这一下 小将郭浩文真的做到了 已经跳投 包文 反抢篮板的时候 托马克的公训 也被吹了犯规 对啊 差太多 直接失误 再冲起 这一下 防御动作也不小 直接把郭浩文推飞了 又是全场的二二一 扣得很轻松 突然加速 郭浩文 两米的身高 这下冲起来 托马克的老明信 根本防不到 加了训练课 应该是 副五钩拉伤之后的 首堂训练课 这个副五钩拉伤啊 有的时候 就是很难受啊 我不知道 副五钩是经常容易拉伤 走路的时候都疼 主嘉宾啊 大家也都能经常见到 默柯知道呢 现在应该是 八一青年队的主教练 最后不打了 啊